华人最重视的农历新年转眼就到 有道是吃年糕 年年糕 作为农历节庆不可或缺的食品 年糕的销量在这个时候特别兴旺 尤其是家庭式纯手工争执的传统年糕 更是广受欢迎 在吉兰丹万节就有一家老字号 下订单的顾客群不只是华裔 还包括了当地的马来同胞 在食品工业都讲究机械化量产的年代 在万节达望渔村这户经营手工蒸制年糕的老房子 每到农历新年前夕 在点起炉灶蒸制传统年糕前 就会搬出一台非常老旧的石膜 年糕是用年性大的糯米或米粉蒸成的糕 而传统古法蒸制工序很多 从洗糯米 磨粉 搓糯米团 加糖 再搓成糯米浆 过程费时又费力 但老板坚持延续祖辈的传统 每个步骤都是手工 以50公斤的糯米量计算 光是将浸泡好的米磨成浆 就要4个小时 然后将糯米粉与糖混合 放入一个模具中 铺上两三层香蕉叶 再放入大锅里 让大火蒸煮15个小时 偶尔订单太多赶不及 隔壁家的马来邻居 也会帮一把 要蒸出色香味俱全的年糕 讲究的是真功夫 才能延长保存期 不能偷工减料 达旺村这家老字号 做的都是附近熟客的生意 每天限量生产 每公斤卖18令吉 多年来已经做出口碑 顾客当中有不少是马来社群 这一点也令坚持传统的老板 引以为傲 马兴订队 马兴设电视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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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